在第二集里 陈志贤就拉着林明昊跳海 还在海中接吻 超级浪漫 进度狂诉 没有想到第三集 却是虐心的开始 林明昊醒来躺在沙滩上 苏的回忆就只剩他一个人 甚至手上戴的玉琢 他也想不起来是全志贤的 原来人鱼的吻会让人失去 两人记忆 为了找回林明昊 全志贤从济州岛游到蛇尔 看到水族像兴奋地跳了下去 但没想到 陈志贤不断地拍打玻璃 但已经失忆的林明昊直接离开 两人见面却错过 让剧名直说太虐心了 最后一幕林明昊在照片里面 发现原来自己在国外见过全志贤 两人如何重拾缘分让人期待 不大陆禁寒令发威 全志贤上个月才签约担任 手机OPPO的代言人 现在却被Angela Baby取代 美人鱼这股气势 看来暂时无法攻进大陆了 记者李慧花商品的报道